参见皇上 参见父皇 朕这一次一定要处罚他 陛下如此气愤 不知要处罚何人 除了那个魏征 还会有谁 外卿对陛下一向忠心耿耿 陛下为何要处罚他 女儿出嫁 朕命人多配置一些嫁妆 有何不可 魏爱卿他 那魏征偏说什么 公主出嫁 嫁妆不应超过展公主 为了这件事和朕争辩了一天 你们说可期不可期 陛下息怒 女儿出嫁本是好事 不要为了一点小事 影响陛下的心情 是啊 父皇 嫁妆少点就少点 女儿不介意 你不介意 朕介意 公主出嫁 给公主多少嫁妆 朕说了算 管她魏征什么事 她为争多嘴多舌 朕一定要处罚她 陛下息怒 女儿马上就要出嫁了 这个时候处罚朝中大臣 怕是不好吧 朕也是这么想的 才没有马上处罚她 可朕咽不下这口气呀 陛下不须如此恼怒 陛下想过没有 其实魏爱卿说的 也未尝没有道理 皇后的话是什么意思 陛下请想 公主出嫁确实是咱们皇家的事 可是咱们皇家是天下万民的代表 皇家的事也就是天下万民的事啊 皇后说的也有道理 长公主是咱们女儿的姑姑 是长辈 情虽有差 义无等别 若让公主之礼超过长公主 怕是余礼不合 如果公主的嫁妆超过长公主 天下百姓也会逐渐丧失 对长辈的恭敬心 臣妾想 这不是陛下想要看到的 愿陛下三思啊 父皇 如果女儿的嫁妆超过姑姑 是对姑姑的不敬 女儿不敢接受这份赏赐 请您收回承命 皇后说的有理 看来朕错怪了魏爱卿 陛下重用魏爱卿 臣妾一直不明白原因 今天终于明白了 你说说 朕为何会重用魏爱卿 魏爱卿觐见陛下 能够一意来见陛下之情 若不是一心忠于设计之臣 怕是难以做到 臣妾与陛下结为夫妻 驱蒙礼带 情意深重 可是臣妾没与陛下谈话 都不敢倾犯威言 魏爱卿反而敢于直言即见 臣妾不如 皇后谦虚了 魏爱卿虽然敢于直见 可若不是你善家开解 朕先先误会了忠臣 你的功劳比这魏爱卿有过制 而无不及啊 陛下过奖了 这是臣妾应尽的本分 臣妾认为 对国家有利的建言 采纳则国制加安 不采纳则国乱政衰 臣妾只是提醒陛下而已 皇后提醒的是 看来这次朕不但不该责罚魏爱卿 反而该赏赐他 陛下应你 在长孙皇后的规劝下 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 并赏赐魏征以资奖励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财勿卿 怨何生 言余忍 奋自敏 儿臣参见父皇 母后 免礼 皇儿 几天没见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皇儿这几天在房中思过 自觉罪孽深重 朕听你母后说 你并不是有心伤害你皇兄 皇儿虽不是有心伤害皇兄 可皇兄确实是因为皇儿的 一时糊涂落得终身残疾 皇儿对不起皇兄 皇儿 你不要难过 你皇兄已经原谅你了 皇兄原谅了皇儿 可皇儿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皇儿就会想起皇兄落马时的惨状 皇兄的惨呼声 时时在皇儿的耳畔响起 皇儿没有面目再见皇兄 没有面目再见父皇母后 你觉得愧对兄长 也不必折磨自己啊 皇儿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舒服一些 你折磨自己 成前的腿就能好吗 成前知道你自暴自弃 他会怎么想 我和你父皇又会怎么想呢 皇儿已经铸成大错 还能做什么呢 你应该加倍用功读书 学习古圣先贤治国之道 将来辅佐你皇兄 治理好国家 这样才对得起你皇兄 对得起你自己啊 皇儿能做到吗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只要你用心去做 父皇母后皇兄都看得到 你母后说得对 只要你用心去做 无论成败与否都无愧于心 嗯 皇儿明白了 母后经常跟皇儿说 要忠于自己的本分 但行好事默默虔诚 只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 便无愧于人 无愧于己 皇儿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你皇节大婚在即 这几天你调整一下 到时不要给我们皇家丢脸 皇儿遵命 在长孙皇后的开导下 二皇子李太与太子李承前 言归于好 不久 常乐公主出嫁 京城为之轰动 同事人 类不齐 刘苏仲 仁者兮 启禀太子 汉王回来了 快请 是 叔叔 太子 我不是说了吗 咱们年纪差不多 为人的时候 你叫我元昌就行了 这怎么可以 虽然我和您年纪差不多 可您是长辈 晚辈见长辈 怎么可以直呼七名呢 太子说得有理 叔叔 请坐 太子 我奉命去了一趟西域 一年不见 你的腿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叔叔不要再提了 我这次回京 听说二皇子与太子不睦 是二皇子 叔叔 千万不要误听谣言 这件事纯属误会 二弟他已经向我认错了 太子 你太仁慈了 须知人无害虎义 虎有伤人心啊 二皇子这个人 绝对不简单 太子你要小心啊 叔叔 我看您多虑了 兄弟同心 起立断机 兄弟之间只有互相信任 家族才能兴旺 好 叔叔 您说 对吧 对 对 太子说得对 启禀太子 常乐公主在外想见您 黄姐大婚不久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呢 叔叔 您看 要不要咱们一起见见她 嗯 好 黄姐出什么事了 你为何啼哭啊 驸马 驸马他欺负我 什么 驸马他 他敢欺负你 是啊 皇帝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驸马敢欺负公主 这太不像话了 你是 他是咱们的元昌皇叔 你不认识了 元昌皇叔 你也要为我做主 公主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我今天早上给公公婆婆请安 迟了一些 驸马他 他就罚我抄家规 我怎么说也是公主 他为了这件事来罚我 让我颜面何存 那黄姐你 我当然不敢了 和驸马理论起来 谁知他 他怎么样 他斥责我 而且杨艳要执行家法 公主金枝玉叶 驸马为了这点小事 竟敢斥责公主 还要执行家法 这是岂有此理 黄姐 这件事你跟父皇母后说了吗 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光彩 我看还是不要让父皇母后知道了 这怎么可以呢 驸马斥责公主 这是以下犯上 对皇上 对朝廷不敬 如果不严加惩处 我们皇家的颜面何存 皇上的威严何存 黄叔的意思是 将这件事禀告父皇 正是 且慢 太子的意思是 依我开 我们先将事情禀告母后 看看母后的意思 这样也好 陈礼元昌参见殷妃娘娘 害王免礼 我哥哥情况如何 启禀娘娘 阴贤兄一切安好 他已经接到皇上的任命 不日就会来京学习 到时他会亲自来见娘娘 有劳汉王传心 哪里哪里 我和阴贤兄情统手足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娘娘 这是阴贤兄让我带来送给娘娘的 这些首饰我一辈子都用不上了 娘娘何出此言呢 皇后崇尚节节 我们连一件鲜艳的衣服都不敢随便的乱穿 我要是在后宫戴这些首饰 岂不是自找麻烦 皇后对别人要求苛刻 对他自己的子女却是极为放纵 汉王何出此言 我刚才去见太子 无意中遇见了常乐公主 常乐公主不是嫁出去了吗 公主在夫家违反了家规 驸马斥责了他几句 他就和太子一起跑去找皇后做主 若是皇后平时管教严格 公主怎会如此刁蛮任性 这件事皇上知道吗 我说要将此事禀告皇上 太子和公主都说不用 说将此事禀告皇后就可以了 公主在夫家受了委屈 怎么可以不让皇上知道 汉王 你和我一起去见皇上 将这件事禀明陛下 是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平身 啊 元昌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臣弟刚刚回京 元昌刚从西域归来 应该好好休息 急着来见朕 有什么事吗 汉王和臣妾有事要起奏陛下 什么事 呃 汉王在太子府内遇见了常乐公主 公主出嫁不久去太子府中做什么 公主被驸马斥责赶出了家门 公主乃是真的掌上明珠 驸马竟然敢如此对她 马上将驸马召进宫来 朕要降加审问 娘娘 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吧 闹大 我还嫌小呢 参见母后 平身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一起来见母后啊 女儿这次来是请母后为女儿做主 出了什么事 驸马他 他欺负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儿今天早晨给公婆请安 迟了一些 驸马就斥责女儿 还说要执行家法 这就是你不对了 给公公婆婆请安是对长辈的尊敬 怎么可以迟到呢 女儿迟到也是为了整理衣冠 以免衣冠不整 对长辈不敬 驸马不问青红皂白 就斥责女儿 女儿不服 母后经常跟你说 行有不得反求诸籍 你都忘了吗 女儿反求诸籍 驸马为何不反求诸籍 这件事驸马也有错 既然你和驸马都有错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错在哪里 而一味去指责对方的过错呢 这 夫妻本是一体 不要互相指责 你首先认错 就可以尽快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不要把过失推给别人 夫妻之间没有谁赢谁输 要么双赢要么双输 母后我先认错 不会有损咱们皇家的尊严吗 女儿你先认错 是为了维系夫妻间的和睦 家庭的安定 怎么会有损皇家的尊严呢 女儿明白喽 皇后 大事 大事不好了 大哥不要着急 到底出了什么事 陛下他 他要退掉公主和冲儿的婚事 女儿 你没事吧 女儿没事 驸马太可恶了 竟敢对你无礼 父皇 父皇 不管驸马的事 是女儿不好 你不需要将过错 揽到自己身上 朕知道 是驸马无礼 陛下为何一口咬定 是驸马无礼呢 朕刚才将驸马召进宫来询问 谁知那驸马理直气壮 一味指责女儿的过失 一点不考虑女儿的感受 不考虑朕的颜面 这样的驸马 要他何用 父皇息怒 这件事是因为女儿 你不需要再维护驸马 朕下旨退掉这门婚事 为你另择驾驸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不可草率而行 朕这样做 是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 皇后不许多言 父皇 朕一定为你找一个疼爱你的驸马 女儿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父皇这样做 也是出于对你的疼爱 可这件事是女儿引起的 父皇退掉这门婚事 天下人会认为女儿得性有失 女儿再没有面目见人了 女儿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父皇只是一时之气 等他气消了 咱们再行归界 母后不用安慰女儿了 女儿从未见过父皇 发那么大的脾气 女儿从未见过父皇 父皇不会改变主意的 就算你父皇不改变主意 你也不应该有消极的念头 女儿还能做什么 你用你的实际行动 证明给所有人看 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通过你的努力改正了错误 你的德行并没有缺失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问题是对于自己的过错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支持尽忽勇 只要你去做 天下人一定会看到 他们不会认为 你的德行有失 皇后 您醒醒 公主出事了 公主出了什么事 公主留下一封信 出宫去了 父皇母后 女儿不孝 女儿自知德行有失 一孝天下 无言再见家人 女儿愿意顿入空门 常伴青灯古佛之旁 为父皇母后祈福 不孝女敬上 参见皇后 参见皇后 免礼 我要见皇上 麻烦你们通传一下 天还没亮 谁要见陛下呀 参见皇后 免礼 陛下 免礼 陛下在里边吧 我要见陛下 皇后 现在天还没亮 这么早就吵醒陛下 不太好吧 我有要事见陛下 谁呀 陛下 臣妾有要事要见陛下 是皇后啊 进来说话 女儿她 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女儿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本打算与驸马和解 陛下贸人退掉婚事 使女儿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 自觉德行有失 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是朕不了解女儿的心事 她去了哪里住家呢 欺禀皇上皇后 奴婢已经打听清楚了 公主连夜去了赶夜寺 赶夜寺 朕与皇后马上去赶夜寺 追回女儿 公主 我们佛家的宗旨是为了教育世人 使世人离苦得乐 不是逃避世俗恩怨之地 世太 弟子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愿意抛弃世俗的一切恩怨 追随世太 普督世人 公主你成员未了 如何抛得下世俗的恩怨 世太如何知道弟子 没有抛下世俗的恩怨 你的眼中还有泪水 说明你的内心不静 你自己尚且没有摆脱世间的痛苦 如何去教育世人 世太太 世太 这样醒了吧 世太 弟子真的很想出家 女儿 你不要出家 呼톤 来给你无法做 你得治疑 陛下 陛下 陛下和公主慢慢谈 陛你告退 祕 Trinity 朕贸然决定没有顾及你的想法 是真的错 你原谅父皇吧 这件事与父皇无关 是女儿德行有失 女儿不要这样说 是父皇的错 你随父皇回宫去吧 女儿一心出嫁 请父皇成全 你心里还在埋怨父皇 女儿不敢 女儿不孝 不关公主的事 是我不好 参见皇上皇后 免礼 陛下 是臣不好 不该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斥责公主 还要说执行家法 请陛下至罪 驸马 不关你的事 是我没有准时向公婆请安 是我的错 我没有顾及公主的感受 我也有错 驸马 公主 长孙冲 与常乐公主 各自返求诸己 两人言归于好 追其根源 全是长孙皇后归贱之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